而就在马总统宣誓就职的同时 总统府周边也有抗议的活动 包括了在台北车站首夜的独派团体 今天清晨六点半左右 突然占据了中校西路 甚至呢直接坐上了快车道上 造成交通大乱 警民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而台联今天上午呢 则是准备了一万颗的鸡蛋 向电视跟马总统的照片丢鸡蛋 不满马总统失证 部分独派群众从十九号晚间 就在台北火车站前首夜 二十号清晨六点半 抗议群众突然走向中校西路 占据车道 警方三次举牌警告 群众人不愿离开 甚至搬了椅子 直接坐在路中央 造成中校西路大塞车 警方以人墙进一张群众驱离时 现场一阵混乱 双方就在路中央对峙 你们没有资格来观察我的诉求 警方虽然清除道路让车辆通行 不过抗议民众依旧坐在路边抗议 高龄九十五岁的台独运动大佬 使民也到场声援 而另一方面早上八点台联在台北火车站附近 北平东路上的华山公园集结 准备一万颗鸡蛋 在马总统发表五二零就职演说时 朝电视和马总统的相片丢鸡蛋 前行人院长谢长廷以及前民进党主席 许信良前蓝湘挺台年的游行队伍走向总统府 并释放气球 表达对马政府施政不佳的不满 记者零姓朋友组印磊及庄志成台北报道